中国长期维持超低的生育率 预估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让很多大陆学者忧心忡忡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有华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自觉 他呼吁计划生育政策应该逐步的放款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提供的资讯表明 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陈有华认为 一胎化政策强制压低了人口的成长 他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自觉 因此呼吁计划生育政策应该逐步放宽 我觉得这个计划生育是早就应该调整了 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搞了几十年了 官方计算调整 我觉得四步调整方案比较合适 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第二步普遍可以生两个孩子 第三步就是对生育数量不加任何限制 第四步鼓励生育 中国这四步最多15年就要走完 陈有华表示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甚至比有些西方国家还低 应该尽早调整政策 超低生育率也是中国就学的中小学人数 逐年减少 据教育部公报 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 以55,512.41万人比2000年减少19.5% 新唐人记者雄斌 特约记者杨正采访报道